嗨,Vogue Taiwan 我們已經到巴黎,第三天的行程了 Roy Vogue Taiwan 剛剛看完了Roy Vogue 我最喜歡的是裡面有很多不同物塊材質的 簡稱的流速 其中有一套縫衣 然後它下面也是簡稱流速的線條 就像是自修的,像是地毯一樣的不規則的 拼接在貓朵身上,我都覺得非常好看 還有幾套我覺得我個人很喜歡 是非常非常薄到透膚的針織 我也覺得在春天這種要涼不涼的氣候 有這樣子的一個非常薄的針織的穿搭 我也覺得很好看 今天呢一切就是 感覺在享受著巴黎藝術制度的美好 我們看了一個Roy Vogue Show 在像藝廊一樣的場合 然後剛剛在外面接拍的時候 也碰到了韓國的小畫家 然後畫了一張很美的 特別的接拍的感覺 那等一下我們要趕著去看下一場秀 我必須要講快一點 下一場秀呢 也是一個藝術家設計的整個結合 非常的期待 今天一切充滿了藝術性質 也充滿了自然的很多的元素 跟大家分享我的髮型也是 想要走一個被風吹過的髮絲的感覺 也希望呈現一個一種詩意吧 其實剛剛看到了Ease Miyake Show 我覺得很像是閱讀了一首詩 在很多不同的設計單品上 看到了很多大自然的元素 無論是海洋啊 或是我覺得很多的設計很像魚鱗片啊 我相信設計師也很想傳達一個 我們對於大自然的尊重 以及對於大自然的一個回饋的重要性 過去的每一個片段造就了現在 那剛剛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元素 就是布面上 看起來比如說是方格啊是魚鱗啊 欸近看它是立體的耶 它的很多的布料是彈性的 在他們model走秀的過程當中 是會跳躍的 就真的好像在看著大自然的景觀 它是會流動的 那在整個秀當中 也有很酷的舞蹈的表演 他們也讓一個 象徵大地之母的一個 女的dancer 穿著一個象徵地球的一套服裝 在整個秀的過程中 做了一個表演的穿插 我覺得非常的有詩意 觀眾朋友們 在哪 Kara